我马上会召集我的团队去开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指导 宁萌 走 吃饭去 我不吃了 宁萌 吃饭 行 拜拜 宁萌姐 中午不吃饭了 不吃了 来来正好 给你一个 杯子 这没闹双十一你把自己剁成这样了 买这么多 你买的全是杯子 我在考察项目 我把市面上比较流行的牌子 都买回来试一试 对比一下 那你买这么多 公司给不给报销了 不重要 对了 你把这几个给行政部门的几个同事送过去 给 正好 刘总甚结实 得多喝点水 刘总甚结实啊 没事吧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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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白给啊 记得反馈使用体验 好 没问题 我给你带做午饭啊 谢谢 对 你好 我是麦克斯 你好 你好 我叫宁萌 莱蒙 来 坐 来 没想到洛可的CTO这么年轻 那是 长得年轻 我们主要做的也是年轻人的项目 现在是全民一个养生的时代 保温杯里泡沟旗 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专利 年轻人也是需要了 但是要求手里的保温杯 必须非常漂亮 具有科技感 是 新产品的外观的确很漂亮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合作 咱们一起 把养生事业做得很顾 其实 金明资本在一年前 有考虑过洛可 但是呢 因为蒸汽外泄的原因 最后没有头 蒸汽外泄 那早就沉天往事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 我们最新的产品有没有试过 当然 怎么样 我觉得 它的设计感非常好 但是呢 在实用体验感来讲 我的确是有那么一点想要吐槽的地方 没关系啊 我就想听吐槽的 来 吐槽大会 比如它这个 充电加热底座 这个理念特别好 那比如说我们出差啊 住酒店啊 用它的话就会很干净很卫生 可是平时我们要是上个班 或者是去健身 其实不一定 每次都要喝煮废了的水嘛 喝热水就行 所以 如果不把底座和这个杯身拆分开的话 会略显 繁琐 它还会增加杯子的重量 也会占我们包里的空间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宁愿选择别家的普通包围杯 所以你的意思是 把功能拆分形成模块化 就比如说 把杯子的空间座 以及排水层 和杯身拆分开 这样保温杯就可以单独使用 对 就这意思 行 我马上会召集我的团队去开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来指导 指导谈不上 但是我倒是很乐意去跟你们聊一遍